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今天繼續我們的廁所塔房啦,各位,我們回來了,今天這一集呢,啊,我們要來測試商店裡面的獨家單位吼,就是我們這個噴火器,攝影師,以及就是這個,啊,幽鬼魂攝影師,啊,幽魂攝影師,好像也是可以啊,哎,這隻傷害呢,六萬哦,感覺蠻猛的,然後呢,這隻傷害只有六千,啊,這個, 這個極巨相,相差聖元,啊,不知道為什麼,一個399R,一個299R,然後呢,啊,差一個100R,這個傷害就少一個0,啊,這個真的是太神奇了,啊,不知道為什麼,啊,待會呢,老頭就來測試這兩隻吼,哎,昨天呢,已經把他給買下來了,哎,所以嘞,啊,等一下就來測試,那在測試之前呢,老頭不甘心,老頭呢,又想要再來200抽, 我一直很想拿,啊,現在已經213隻了,啊,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是214隻,啊,會不會是214隻呢,不知道,啊,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呢,啊,再買個10個,好不好,再買個10個,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再來個100抽,我們來看看,這100抽能不能中呢,啊,這100抽能不能中呢,這個,這個箱子可以簽名嗎,這個箱子可以簽名,這個箱子還可以簽名啊,怎麼會這樣,哈哈,有簽名的箱子是有保佑會中的是不是啊,這太奇怪了吧,箱子可以簽名耶,啊,算了,不管了,這不是重點, 10連發,來吧,給我中個0.1,0.1啊,我等著0.1,等到,等到花都洩了,哎呀,怎麼又是這些啊,啊,這個,已經是多到不行了,滿山滿谷,啊,全部人,啊,看到都是,啊,怎麼講,嫌棄啊,一個嫌棄樣這樣子,啊,我們再來多抽,啊,多抽一點, 好像可以直接30連發的樣子,OK,沒問題,30連發有沒有勒,啊,看樣子全部都一樣,清一色這兩隻啊,啊,一樣沒有中,這個0.1%到底是怎麼回事啊,0.1%跟那個神話的那個,那個機率差不多啊,為什麼會不中呢,0.1%呢,神話的機率呢,哇塞,太扯了,太扯了, 啊,沒關係,我們今天這一集一樣是200,我們每一集都200,我就不相信我會沒中,我就不相信我會沒中,每一集我都來個200抽,抽到終為止,好不好,我現在剩下15萬了,我的鑽石,啊,到時候可能要再去,啊,賣我的單位了,啊,怎麼又是這個,沒了,沒關係,再來10連發,這個是第300,300抽以上了,是不是, 沒關係,我們再來看一下,哎,我剛剛那個箱子感覺好像要變得更大了呢,結果居然沒有,啊,我再吃一點幸運藥水,啊,這個幸運還是要稍微藏住一下,啊,雖然你可能,哦,笑一跳為我中了,你為什麼不在這裡面,你為什麼要站在外面呢,你為什麼要站在外面呢, 會讓我有種錯覺,你知道嗎,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啊,可以不要嗎,啊,這一波再抽完,我就是400抽了,你知道嗎,400抽還沒中啊, 4萬鑽石,4萬鑽石還沒有中,實在是,真的扯到家,啊,網路上呢,啊,應該也是非常多人,什麼10,10發就中的啊,啊,那個是天選之人,很,很抱歉,我不是天選之人,所以呢,我只能,啊,拼命的,啊,拼命的抽,拼命的當那個0.1%仔,沒辦法,抽不到就是抽不到,啊,快點, 快點,快點,讓我看抽中的樣子啊,其實我很想知道抽中會是什麼樣子,啊,啊,據了解是,跟寵物模擬器一樣會變大啊,啊,但是呢,怎麼感覺好像,又有點不太一樣的感覺啊,oh my god,這個是第400抽了呢,第400抽了,這是,哦,沒了,好吧,好吧,0.1,0.1,0.1, 這個抽個神話的這個0.1神話,你確定嗎,你確定嗎,神話0.1呢,如果都沒有吃那個通行證,我記得神話單位也是0.1啊,啊,怎麼都抽不到啊,啊,算了,不管了,我的命啊,沒關係,我們下一集再來200抽,好不好,我們呢,就先暫時休息一下, 我們今天,啊,要來測試,啊,我上一次所講的,啊,這兩隻啦,啊,這個居然要1000塊啊,鬼魂要1000哦,然後這個是要400塊啊,我現在才發現呢,啊,剛剛都沒有注意到,OK,我們接下來先來放一下,這一隻好了,噴射火焰的,啊,噴火器攝影師,啊,我們放這個地方好了, 放這裡,放這裡,看一下怎麼噴,哇,拿超大管的,哇,那個聲音,好像在煮菜哦,哈哈哈哈,你在煎牛肉嗎,我感覺像在煎牛肉啊,然後,花個600塊,可以加200傷害,加3範圍,那個25%是什麼東西, 廁所的,緩速是不是,25%哦,好,現在呢,外觀有沒有變,啊,剛剛忘記看了,不好意思,啊,反正呢,感覺真的像在煎牛排,那個聲音,你在灑水吧,超像在灑水的,我的天啊,啊,那個灑水器的聲音吧,有沒有,有範圍傷害啦,有啦,而且他這個,範圍傷害做的,啊,還蠻,蠻漂亮的,就是,他有稍微改良一下,哦,有點那個,白底透明的那種改良, 感覺,再花個1400,加150,加2範圍0.1的CD,啊,然後外觀好像沒有太多改變,啊,這個灑水器啊,哇,我被寄生啊,居然還有寄生是不是,我們趕快把他升上去,2600,2600,再加2範圍0.2,啊,有,哎,這個外觀沒有什麼改變,沒關係,我們繼續燒,燒死他, 哇,後面花5000塊哦,怎麼那麼貴啊,加700傷害,他的緩速一樣是25%啊,沒有很快就是了,哇,是不是他打不贏了,5000升上去,啊,最大級的最大級的,1秒6000,啊,1秒6000可以嗎,啊,這個範圍有夠廣的,哇,這個寄生從又來了,這寄生從又來了,我們放一個鬼魂, 啊,這個鬼魂據說呢,啊,是不會被暈眩的啊,哎,不會被暈眩,然後他是直接這樣子繳騰空哦,還呈現透明狀態呢,繳騰空透明狀態,一放出來傷害就2500,啊,一放出來傷害就2500,啊,然後2500升級之後,給你加4500哦,哇,一次加太多了吧,看一下有沒有加,有沒有那個增加外觀啊, 外觀沒增加,啊,但是一槍變超痛的,變7000,然後你再花個4000塊呢,啊,再花個4000塊,你可以讓他的傷害來到1萬啊,然後再減0.2,0.8秒,哦,有點猛,放下去,啊,外觀沒什麼變,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他們來不及製作吧,這外觀我覺得之後要稍微改一下,啊,你,你其他的,你其他的塔身上去,外觀都會改變,沒有理由, 這個不,不,不,不改變吧,我是這麼覺得,哦,然後比較可惜的是他一槍一發一個啦,他沒有辦法範圍啊,他沒有辦法像這個一樣,哎,我們再升看看,我們再升看看,6000塊加2000傷害,減0.2的CD,啊,然後外觀依舊沒有改變,沒關係,我們這一發一萬二,射他,哦,射,射的變快了哦,哦,有,有變快了哦, 哇,這單下傷害超痛的啊,啊,可惜了,可惜了,他不是範圍的,要是他範圍的話就超猛的啊,哎,他範圍的話超猛的,你看,把他們,把他們嬌死了,不是燒死,是嬌死,啊,哎,這個馬桶是行的嗎,菜鳥馬桶,啊,有點忘記了,然後完全不會被暈的單位,好猛哦,然後一萬二再升上去等級5哦,不知道是不是最終啊,他最終好像是0.2秒,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有一階段,啊,等一下應該還會有一階段,我覺得,升上去,外觀有沒有變,來看一下,外觀沒變,啊,最後一階,最後一階是2萬,啊,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最後的吧,哎,他價格好貴哦,是真的貴啊,來,射死他,你看這單下傷害,哇,直接跳一大格啊,這個也是跳一大格啊,哇,每發都是暴擊是嗎? 射死他,哎,對,沒錯,啊,然後這個比較比較爛的雜兵就用燒的把它燒死啊,啊,我們再來等一波,啊,賺個2萬塊來看一下,有了2萬塊了,外觀會改變嗎?我們來看一下外觀哦,2萬下去,好,不會改變,哦,這個6萬啊,6萬傷害,看到沒有,哎呦,哎呦,哎呦,6萬傷害,啊,我們這邊可以再放這個,啊, 把這個也升滿 比如說升滿之後呢,馬桶的減速來到了50%這樣,結果沒有,他一直都是25%啊,啊,這個,這點有點小可惜啊,沒有這樣的改動啊,是可惜的點啊啊,然後呢,這個槍身真的很吵,跟那個,跟那個南瓜神話一樣啊,放一排的話,真的是耳朵會炸掉啊,哎,這個,我覺得這個音效檔應該是用南瓜神話的音效檔吧, 啊,怎麼感覺都一模模一樣樣樣這樣子,我們再放第二隻 啊,你看真的,有點吵,開始覺得有點 有點心煩意亂了,啊,被他吵的有點煩了 最後一波,最後一波,三隻滿級的鬼魂攝影師 我就看你怎麼來,來擋啊,我就看你怎麼來撐才對 撐得住嗎?啊,小隻的也死了 呦,看一下這個消血量,廁所3.0 啊,再見,我贏了,哈哈哈哈 啊,果然我是打啊,我是打困難的,也不是打惡夢啊 如果是惡夢的話,我可能就輸掉了吧,我覺得,哎,不見得哦 因為我暈不了哦 鬼魂攝影師是不會被暈的哦 所以我搞不好,這個打惡夢也是過得了,也說不定哦 好啦,反正老頭呢,就是來實測這兩隻哦 那各位應該也看到這兩隻的威力了吧 啊,知道該買哪一隻了嗎?我是覺得兩隻都可以買 一隻輕怪不錯 啊,輕馬桶很快 一隻打那個血多的很快 啊,各有各有他的優點 啊,當然也是有缺點啦,這只能打一隻 啊,就是可能 啊,衝很快的可能就來不及這樣子 啊,這一隻呢,可能就血比較多的打不死這樣子 啊,各有優缺點 好不好 那自行去評估吧 好不好,那今天呢 啊,結束之前不免贖也是來抽個東西 我們來抽什麼呢 我覺得 一樣吧 我們再來抽神話,再抽一組給大家 好不好 那這部影片的喜歡呢 只要達到1000以上 並且呢 按下訂閱加小鈴鐺 然後在影片下方 留下你的遊戲ID以及想要對老頭說的話 不要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我疑慮就是不會選 我會選那種 比較特別一點的 好不好 只要是這樣子的話呢 就有參加資格 好不好 那一樣達到1000之後老頭就會呢 找時間來公佈一下得獎者 並且加你好友聯絡你 這樣子 那就先到這裡啦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記 該做的都給他做下去就對了 我是老頭 我們現在的廁所塔房 再見了 下次再見 拜拜